嗨,大家好,我是亚老胖 在我们这儿啊,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不去踢球人去财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有的 有些相关部门 有些所谓的有关部门 哎呀,跟这些有关部门 办过事儿老百姓都知道,那小球给你提的 对不对,张三给你提到 李四,称李四给你提到王尔玛的 称王尔玛的给你提到小明 小周销了一小张,最后再给你提到张三 说完来就转圈提 如果让这些人去踢足球的话 轻轻松松就把球能踢到外太空去 可惜了的,这帮人 都在坐在办公室里安稳的 拿着他给收益 这就是这帮人,就是我们所谓的有关部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有关部门办过事儿 我想是一个老百姓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求助这些有关部门 但是他们的很多做法让我们感到心寒 对吧 我之前说过,我说我们游泳卡 健身房,老板跑了 这一个事儿现在过去这么久了 我们群里有400多人维权 那真是维权无门,找不着人 对吧 首先选择报警 警察给你做了一路记录 好了,没事的 让你们自己去法院起诉 让你们上法院起诉 然后你们到法院了 法院要到别的部门 然后最后要到区政府的 区政府的转了一圈 又给你转到派出所了 然后你就放起什么123105 什么消费者 什么电话 反正你就这么讲吧 我们现在已经被六七个部门 已经踢蒙圈了 现在我们自己人已经踢分裂了 我们400多人 有的人坚持要在什么部门找 然后总有一部分人出来 这个部门不行 这个部门说的怎么怎么地 就说白了 现在我们400个人 已经分成了20多个队伍了 你都不知道应该去找谁了 现在说白了 已经没有人可找了 因为你会发现 相关部门都找不见了 但是不好意思 没人能给你决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就是体就是踹 就给你弱圈体 可能是我们这些人 原来没有能力大的人 没有能力强的人 对吧 面对这么容易的事 依旧解决不了 对吧 健身房 有用过 12月还在办卡呢 还在办点卡呢 很多老百姓办完卡之后 都没有开卡 健身房一月 说是装修 老板说是一月份装修 三月份开业好 装修好嘛 装吧 然后那老板卷钱跑了 没了 健身房外对了 用我们的话说 是因为什么产权问题 就没有办法去 招标没招成 健身房的没招成 人现在没了 对吧 我们现在老板 找这个老板 健身房老板找不着 找谁都找不着 你还发现 我们自己人 还在内部搞分裂 我就发现这个人太可怕了 人性是多么可怕 知道吗 一旦有事的 需要去有关部门的时候 你会发现群里400个人 对吧 二身10个人 五六四个人 多的时候100个人 能真正一到现场 去我们联合起来 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当然的 如果你要说 好 钱要回来了 我跟你说 明天9点 9点去那收钱 你放心 400个人一个都不少 肯定都去 但是一旦 你们说组织去 有关部门去 去的情况下 你看吧 不好意思 我这边 今天上班没有时间 我去不了了 哎呀 你会发现 我们一共去了四趟 我是今天我没有时间 我没来本地 我没去了 吃钱散当 我都去了 每次都是八九四人 七八四人 但群里你要找到400个人 就说白了 我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真有一部人像我这种 我去了散事 今天我没去 因为我真没有时间了 有多少人就是等着做好呢 对吧 换句话说 所有人钱都不多 几千块钱 我可以不要 对吧 说白了 几千块钱 我为了几千块钱 浪费了两个月三个月 不合适 我就剪平了 我都剪回来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一口气 明白什么叫气吗 喝多钱没关系 哪怕就是200块钱 我说过我游泳卡 我办完之后 我可以不去游 但你跑了就不行 我真希望所有人 就是包括你们维权那些人 大家把心起一脸 不要以为你300500不是事 你要知道 我们是不能助长这个社会的歪风血气的 我一直认为 我认为我们一定会一个人 一部分人坚持到底 有事 我哪怕请假 我也会去 这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是受害人 就哪怕我这几千块钱 让这小的 老板高里待一个小时 我都认 我必须得让这个钱 不能打水瓢 很简单 我手里握着我的权力 我为什么不去执行 反过现在很多人 大家在干啥呢 有关部门提醒我们自己人搞分裂 那不纯搞笑的吗 维权的时候不去 对吧 刚群里说的可好了 这难啊这有事就跑 有些人天天在群里乌乌乌的喊 但真正去的时候 去现在这么多次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一次都没见着我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为什么 因为自己敢 我翻了一两块钱 我无所谓 整个好像群里 谁都插几千块钱 谁都不插几千块钱 为什么大家要去维权呢 怎么谁没有几千块钱 就不活了吗 对吧有些人可能请一天压扣三百 可能请了十天八天 比游泳卡都钱都多 但人依然会去维权 为啥呢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权利 我们合法的权利 方官我们 我们这些人请了下去维权 有关部门把我们求得起 电台记者也去了 装人家解决不了 就这么点问题就解决不了 我就不明白了 很难吗 老板我们抓不着 但有关部门抓不了吗 按住 对不对该罚罚呗够不够能诈骗 我们把接农前数都算出来 将近一百万 那这些这么多人 他这个金额他跑了 他拿这个钱跑了 难道诈骗定不了吗 难道他把这个钱给我们退回来这么难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解决不了 我就想知道 这么健全的法律 为什么这种人整治不了 多少个健身房老板去跑 如果换句话说 这次我们大家都不做了 都完事了 下次他依然还会在别的地方 开个用网 用同样的方法去劝钱 那是不是我们都这么干就完事了呢 因为管不着我们呢 没有人管我们呢 对吧 你们有关部门提球吧 我是出资于法律之外的一个东西 那明天我也开个健身房门 对吧 我也圈钱 我也跑 是不是没人管我 难道是不是 只有真正牛逼的人 真正说白了 门子硬的人 有权力的人 钱被劝 钱被骗了 对吧 他是不是上游户部门 随便说一句 这个事就解决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 我们的社会现在怎么了 我想知道 很难吗 包括踢球游户部门 包括我们自己的人 每个人都有这些小串门 我的串门很简单 我不差这些钱 我就我压根没想要回来 但是我就想知道 我这几千块钱 能让他搞里待几天 能让他搞里待几分钟 就这么简单 哪怕做噩梦 我认为我值 我会去做 为什么我们心不齐 每个人都有这小串 有的人三百五百 可能压根就不当回事 他会加在群里 分钱的时候他会来 但是闹事不好意思 没有啥事 人家高下躺着 坐等着 就搞成坐等 今天想起来点气氛 不说了 好 这就到这么做 谢谢大家